I got my Venus But I can't make my mind up When you're around I feel foul I feel hard I feel the sea I'm so that I can never be When you're on the end I'm running around I was wild It's covering magic so wild Hello,大家好,我是Kathy 我們來到漁景灣 來漁景灣的方法有很多 我們選擇在欣澳站坐巴士DB03PR 直走過去便是 車費每位12元,或在中環碼頭坐船 船費每位46元,25分鐘便會到達 大家自行選擇吧 如果有時間,不妨坐一坐迪士尼線 感受夢幻的國度 廢話少說,馬上出發吧 諾姐來到Db Plaza 有一間主打環保拿賣的雜貨店 例如環保餐具 保暖水瓶 清潔劑 各類乾貨小食 調味料 走完便一齊探索余景灣 余景灣 余景灣是一個充滿外國特色 貼近大自然的地方 第一站當然來著名的大白灣沙灘 今天陽光普照,天氣非常好 加上沙灘沒有太多人 是親親大自然的好機會 好,我們剛剛去完放航拍和沙灘 不過很可惜沙灘沒有開放 所以我們可以在裡面的位置放 就不太方便了 現在走到大路那邊 去酒店 會有個茶 待會再和你們詳細介紹一下 走了一會 就看到前往酒店的路牌 話說我們現在正在走到這個酒店 我發現應該說強烈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住這個余景灣酒店 應該坐DB03P過來這邊 因為如果你R那邊 只去到余景北商場 P那邊就可以去到酒店 就不需要像我們現在這樣 走這個冤枉路 我發現你坐一坐車 余景北商場 下車都可以坐一輛9號巴士過來 但這裡其實都很舒服 全部都是住宅區 所以挺不錯的 走了十分鐘 終於到了 今晚住的香港余景灣酒店 一起進去吧 先入眼簾的就是大唐廚一棵大桃花樹 上面掛滿勵士風 拍照一樓 我們check in之後 就獲得這兩張迎賓飲品券 可以唐食或外賣酒 現在就帶大家吃橫茶 這個就是餐牌 選一款甜品加兩款鹹點 另外選擇一杯飲品 我需要選擇有或沒有的酒精飲品 等了一會 食物終於到了 勤勁給大家看看有什麼吃 首先是Chocolate Brownlee 有忌廉和巧克力蛋糕夾層 切下去超級鬆軟 兩款分真的很不夠吃 然後就是烤釀煙肉蛋薯仔 這個真的超好吃 調味適中 薯仔煮得夠熟 加上吃下去的時候夠熱 真的超滿足 下一個就是炸春捲配泰式辣醬 口感鬆脆可厚 好推介大家試一下 哈囉 等了一會後 終於入到我們今次的重頭戲 就是余景灣酒店 余景灣為一間四星酒店 我們今次的房間也算不錯 待會帶大家來這個room tour 開始之前先講小資訊 今次在中介網站選擇的方案是 山景客房加自助早餐加下午茶套餐 酒店提供了staycation優惠 有48%off 一晚房價是港幣1,142元 我們額外再加了300元 升級到海景客房 3點check-in 翌日12點check-out 其實check-in的時候 也有給我們一些很好笑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免費的DIY風箏 你可以自己畫一些圖案上去 在外面放 我們應該沒有這樣的時間 也不會這樣做 所以有得它可能放回家 或者怎樣 另外一個就是有余景灣LOGO的一個鎖 你可以用它的筆寫字 然後在那個地方扣起來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好,首先就是我們這張雙人床 是非常大的 我又可以跳起來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很大 所以這張床應該基本上 如果你夠瘦 睡三個人也是可以的 而且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去植黃海景 所以你一起來的時候就可以看到海景 很漂亮 好,然後就是這一邊 就是這個超大的床 但是有些奇怪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這張桌子 要放在這裡 就卡住腳 這樣 所以可能就搬開去 就覺得怎樣了 塗開了 嗯 所以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其實可以躺在這裡 也可以放一些東西 在這邊也很方便 這裡應該可以躺多 第四個人也可以 嗯 然後就來到我們的重頭戲 就是海景灣 噠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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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有張桌子 晚上吃飯 因為現在還沒有糖吃 那你就可以買點東西吃 坐在這裡吃 那就很方便了 那這裡有些基本的用具 免費的水 然後還有一個煲水器 還有一些茶包 還有咖啡 還有杯 這裡有個菜單 還有一個早餐 但是我們一會兒都會過去吃 所以 就是明晚會過去吃 所以都不用煮了 這個 這裡有個雪櫃 我感覺一下動不動 是沒有了動 沒有了動 算了 真的不行的 這個應該不可以放在這裡喝 所以算了 重頭戲 然後呢 來到我們的重頭戲 準備好嗎 3 2 1 噠 噠 噠 哇 很漂亮 還有這個有一個非常特別 也是我之前去旅行 都暫時未遇到 就是有兩個色盤 如果你是兩個女生 或者你們不喜歡 搶洗手服用 這個是一個非常方便的設定 而且這個全部設計 都是以藍色為主 所以我覺得都很漂亮 好像有一種和海洋 是一種連接的感覺 就是基本的設備 這個基本的紙巾 風筒 都是那些物品 都是那些雜不燈的東西 來到這個浴池 它的設備都很簡單 就是一個花灑 然後兩個洗澡 一個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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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需要都可以置備這些物品 這個呢 我坐給大家看看 超大 你可以這樣坐在這裡 打卡也可以 或者你這樣蹲在這裡也可以 證明它的空間很大 你看到你水 這個我今晚會當是浸溫泉這樣浸的 這兩個地方 就有些挺特別的東西 應該是這個位置下水 這樣開這些水就可以了 都很棒 這裡 好像去了浸溫泉 去了旅行的感覺 因為你家的正數很少這些工具 所以是非常棒的 好 那我們的房間就來到這裡 那它的房間真的挺正的 而且比我預約其中更漂亮 更加大和寬敞 而且它的食物都很好 都是不錯的 只不過呢 它工作的效率有少少晚 就是我們3點 但我們差不多4點半才進來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快一點點好一點 因為我們在附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走 但目前為止沒有問題 都可以的 那我們今晚再見吧 我們把還有陽光時間 再出去逛逛 就來到酒店旁邊的海濱八教堂 教堂外圍被水池包圍 再配合三個人的設計 有一種莊嚴又簡潔的感覺 配合日落和充滿歐陸風情建築 有一種去了外國的錯覺 旁邊是二色中樓 以紅白磚為設計住式 大家都一流 旁邊還有一個不可奇的旋轉木馬 晚餐快要吃壽司 有三文魚壽司 蟹膏軍艦 肉指燒 加州卷 蟹柳壽司 還有必食的刺身 吃飽快要浸肉 我們特地買了一個浸肉球 外觀看起來挺漂亮 不知道好不好用呢 用號架單直接扔下去就可以了 嘩 喂 肉球你不要走 我要拍照拍片 回來呀 第一天的行程就在浸肉中結束 好 各位早晨 轉眼間來到第一天 我們現在是早上十點 準備去吃早餐 讓大家看看外面的海景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很曬 讓大家看看 我覺得今天天氣比昨天更好 好漂亮 其實對面就是港島區 不過今天也有少少沒有 所以應該不是太清楚 不過我也可以的 現在我們先去吃早餐吧 待會介紹一下有什麼好吃 然後是西式早餐 分區都很清晰 這是我自製的西式早餐 看起來是否很吸引呢 讓我介紹一下有什麼配料 有鵪鶏、炒蛋、茄汁豆、番茄仔、香腸、薯餅、火腿 然後是熱食 有油麵和烏冬選擇 會有廚師幫手煮 一律都是用雞湯作為湯底 我選了雲耳龍蝦丸豆苗烏冬 都很好吃 這邊是沙律區 有不同款的菜可以選擇 這邊是菊類早餐、煙肉之類 這是我選的沙律 扮下健康人生 還有買少見少的原味可可米 當然要吃一碗 然後是吃麵包類、Pancake 按OK鍵等這個Pancake出來 但記得按一次鍵就會出兩塊 所以不必等另一塊 我只是拿別人拿漏的 有蜂糖、忌廉配料 細細塊剛剛好 這裡也提供幾款水果 例如蘋果、雪梨、金吉、西瓜 我就夾了一碗西瓜吃了 這裡也有基本的茶水、咖啡、橙汁 另外也有牛角包 少量蛋糕可以選擇 也可以說一下剛才的食後感 我們剛剛坐的位置非常不幸 就是在窗簾的旁邊 我剛剛遮到太陽 但它的位置是熱度不可得之尿 跟坐在室外沒有什麼分別 這個簾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用的 但它的食物質素也不錯 還有擺位也挺合理的 所有食物都很快就可以拿到 不會很麻煩的 所以這件事我也挺欣賞的 雖然選擇不算超級多 但我覺得基本上要有的食物都是齊備的 基本上所有食物都應該有吃過一次 我挺滿意這個節在早餐 把握最後一點時間 坐在窗邊感受一下陽光和海景 好捨意啊 完全不想走 今次余景灣staycation之旅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